在中央公园 放眼望去是一片白 到处都覆盖著白雪 十分平靜 我愛它 它像在地上的雨 其實是很不同的 平常是沾沾沾 但是你沒看到任何人 近日大量的降雪 已經為紐約市帶來32.5寸的積雪 為往年同期的兩倍 它很美 非常美 雪很美 我現在是海洋環境貿易紀念 我現在沒有飛行因為疫情 所以這變成海洋環境的海洋環境 我繼續試著我的照片 Central Park是很可靜的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有美麗的圖書 有美麗的水面 就是超級可靜的 根据气象预报 11日除夕当天将下雪 一直下到14日的夕阳情人节 每天都有震雪 降雪几率在40%到60% 降雪将不像月初的暴风雪那样强劲 但还是可能带来约8寸的积雪与低温 民众出门可多加注意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 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